早在2014年经有媒体报道过 类似的所谓女德班 如今这些价值观看起来 有些匪夷所思的女德班 却还在招生 还有未成年人在接受这样的教学 2017年由辅顺市传统文化研究会创办的 辽宁辅顺传统文化教育学校 就曾因女德班培训视频引发舆论关注 记者调查了解 该学校成立于2011年 校长为康金胜 他同时也是辅顺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的法人代表 批准部门为辅顺市民政局 当时的培训中 同样充斥着类似女子点外卖是懒惰不守妇道 女子不应该往上走 就应该在最底层这样的言论 培训班上还设置有 让泪流满面的女学员跪地磕头 当众忏悔等环节 在媒体曝光后 2017年12月3号 辅顺市教育局通报 叫停该培训班 并要求尽快遣散学员 但是在处理结果公布后 当时的涉事校长康金胜 却做出了这样的表态 2018年暑期 辽宁辅顺传统文化教育学校 参与的相关培训 又出现在浙江温州 这一次他们对外没有宣称是女德班 而是换成了亲子夏令营 温州这个培训班涉及的男尊女卑 贬低女性的内容 再次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当时温州市为此 专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此后有温州市文明办等 相关单位约谈参与培训的 温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负责人 并责令其立即停止办班 关闭培训点 而三年时间过去了 同样是与这个研究会有关的公司 因为夏令营再次引发争议 那么这个多次被叫停的 所谓传统文化培训班 为何能遍地开花 这样的培训班究竟如何监管呢 我们从监管层面上 已经对这种所谓的传统文化培训班 在叫停了 但是呢 经常会有这种打一枪 换一个地方的情况出现 张明觉得这种时候该怎么管 我觉得这种情况呢 目前来讲 从市场监管来难度也比较大 因为我们往往呢 在社会治理层面呢 他要不越权嘛 往往他有的他的监管范围 对于这种啊 他本身来讲 他不是个违法犯罪的行为 所以对于他的监管呢 往往最严重的就是取缔嘛 大不了我今天解散了 明天换个城市再干嘛 大不了你说 今天我用的国学的名义 明天我就用传统文化的名义 后天我就用这种亲子教育的名义 他不停在变换 更多的我觉得应该把它纳入到一个 严厉监管的范围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抓着你一次 我就要进行相应的一个重法 要提高你的违法成本的门槛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监管机构也不是天天去上课的 他也不是天天听的 那他怎么知道 还要一个建立健全中举报机制 就是让家长的这样一个举报 就能够畅通 所以能不能及时的 家长有这样的一种举报机制 同时相关部没有能及时的 回应公众的关切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 以及时打击 甚至抓个现行的一个关键所在 张明说到的 其实是赌的这一方面 您觉得我们还有哪几块是可以做的 我觉得一个是 比如说这个对女性 因为女德班 他不仅有时候是 我们刚才谈的更多的是 对女童的这种规划也好 还有对好多女性 中青年女性 甚至老年女性 有很多女性都过来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群体参与 其实我想她们身上 可能也肩负着很多的一些 生活的压力 生活的不易 比如说她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亲自关系的处理等等 那么这些困难怎么去解决 我觉得是要整个社会 还是来关注女性的发展问题 怎么样为女性创造更好的 这个就业机会 让她能够处理好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的关系 另外一个 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些特殊困难群体 解决她们的困难 我觉得女性可能就是从社会上 从国家政策当中 有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那么她可能寄托以 女德班的这种精神上的一些 满足她们需求的 这样的可能就会少 张敏觉得我们在社会当中 尤其是可能对于女性来说 未来我们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做 传统观念对人的影响还是潜移默化的 而且这种排除就业歧视等等 这样的一些生活上的歧视 仍然我觉得任重道远 特别是让中国人口基础比较大 再加上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这种现象还会沉扎泛起 这时候其实我觉得 它不简简单单是一个 我们对女德班的这样一种取缔 或者对她的一个批判 其实更多的可能还需要 整个的社会的一个形成一个合力 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张老师说的我也特别赞同 当然我们现在的法律政策 其实还是非常全面的 对妇女各方面都有权益保障的一些规定 但是就是在执法层面 我觉得可能要进一步加进 就是让法律真正的成为一种实践 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对女性的发展 提供更多的机会 或者说我们去听一个课 都叫国学名义 怎么来辨别它到底是我们说这个 或者说我们正向的 或者说优秀的 优秀的 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一个价值标准 比如说我不符合这个社会倡导的主流的价值观念 是不是培养有家国循环的 有社会责任担当的人 我觉得从这些观念去判断的话 那就容易识别 还有一个可能就要靠外力的作用了 就是对于家长来讲难以辨别 但是我们的相关的文化的监督机构 我们的相应的这些机构 你要主体 但是相关部门应该掌握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行政社会的力量 来进行一个读演效果的力量